而跟老公说 如果你不投马英九就请你去睡沙发 有这么严重吗? 主要是马五两个人到越林造势 在斗南有一场活动 那么立委许舒博就脱口而出说 国民党的一半的将商都是靠妇女打出来的 所以就呼吁妇女粉丝们 说请回家跟你的老公讲 如果你不投马英九的话 你就去睡客厅 此外一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 但有人认为许舒博恐怕失言了 同选区的对手刘建国是说 可能哦 马英九的知识度不如遗忘 所以许舒博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刺激婆婆妈妈的选票 立委许舒博搭起一回动作豪迈 秋风扫落叶 抓点扫到站在后面的马总统 马总统闪得快 没事没事有惊无险 30号马五两个人到云林 参选连任的许舒博一路相陪 在斗南的造势大会上 向台下的婆婆妈妈喊话 票没投给马英九 干脆回家叫老公睡客厅 许舒博当时说国民党一半的江山 是靠妇女打出来的 他呼吁妇女粉丝们说马总统的分身 只要先生不同马英九 从今天开始睡客厅 此话一出台下哄堂大笑 许舒博事后解释 自己跟马总统一样家里面老婆最大 他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 拉近跟选民的距离 不过同选区的对手刘建国认为 这番话不太恰当 只是反映出马总统的危机 不讨马英九老公就去睡客厅 许舒博强调只是玩笑话 打选战不用这么严肃 偶尔也要轻松一下 意外引发争论 自己也没料到